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后疫情时期 花莲迎向户外新生活 花莲县民宿协会5号就举办了 109年驴潭环潭见走活动 县长徐真卫特别出席 并且为见走活动名腔 随后也和300多位的相亲 一同迎着晨曦愉快的前行 来体验驴潭的湖光三色美景 鲤鱼潭位于花莲县收风乡 是台湾东部最大的内陆湖泊 因潭东的鲤鱼山而得名 是一处可以青州悠游 单车环潭或者步道水岸的热门景点 县长徐真卫肯定花莲县民宿协会 在疫情期间积极配合政府落实防疫工作 让优客安心造访花莲 台湾迎向后疫情时期 花莲各处景点涌入了观光人潮 所以在这里真卫要谢谢民宿协会 在整个从1月23号到6月 整个疫情期间 第一个对于花莲的我们的防疫 大家的工作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是虽然观光放电民宿 旅馆民宿在观光客的这个部分 几几乎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们依旧做到非常重要的防疫工作 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真能赔利的部分 我也要谢谢叶成景理事长 在整个真能赔利的部分 几几乎已经快跟中央申请了快一千万了 所以我们各旅馆民宿 为了珍惜这个整个纾困的部分 都能在每一个协会开办 我们很多真能赔利的工作 为了提升花莲观光旅游竞争力 县补推动旅行社奖励计划 以及玩花莲抽丰田等活动 吸引全国游客历龄花莲旅游 带动地方观光产业市场以及商机 观光产业要开始复苏 所以很开心的这个时间点 邀请大家来共襄盛举 为我们后面的观光盛事 明第一枪好不好 好 今天早上天空作美 阳光普照 参加剑走的乡亲精神抖擞 许多家庭全员出动 大手牵小手 漫游李渔潭 花莲县民宿协会理事长叶陈景 县议员张美慧 结安乡名代表姜景文 结安乡公所专员苏怡平 县府中区服务处主任赖景昌 沃昆琦立委服务处主任廖玉笋 也都到场之意 陪伴乡亲愉快前行 记者凌桀 寿风采访报道 你这么改了 我怎么改了 我手中的福袋